乌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纳都斯里达祖丁大爆料后 乌统萧山区国会议员纳都斯里纳兹里证实 自己曾经两次签署法定宣誓书 以支持公正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华出任首相 不过纳兹里解释他这么做是为了要拯救乌统免于被解散 而乌统宣传主任沙里尔则认为 达祖丁没必要重提成年旧事 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团结起来迎战大选 达祖丁被乌统领导层割除最高理事职位之后 昨天开始回击 提报党主席纳都斯里阿末扎西曾要求乌统议员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蓝眼主席安华任相 还揭露三年前乌统内部就出现扳倒阿末扎西的声浪 让乌统酝酿已久的内战浮上台面 而向来心直口快的纳兹里接受美日新闻询问时也证实 阿末扎西前首相纳吉达祖丁和他 曾二度签署法定宣誓书支持安华任相 第一次是敦马哈迪出任首相时 而第二次是丹斯里慕尤丁掌权时 只是他也澄清他们当时这么做是逼于无奈 因为那个时候慕尤丁和敦马都表示要瓦解乌统 他们才决定力挺安华以求自保 2020年9月23号期间 安华曾召开震撼记者会 表明自己已经掌握足够人头取代慕尤丁 成为新一任首相 只是他在10月13号觐见国家元首之后 国家王公总管阿莫法的确表示 安华没有提成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名单 而在纳兹里证实达祖丁的言论之后 巫统宣传主任沙里尔就指出 如今政敌都在隔岸关火 看巫统如何分裂 他促请达祖丁别重提陈年旧事加油添醋 给党内制造矛盾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党内团结 以迎战来接大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敏换